并关索杨雄在翠平山上把潘巧云一刀给杀了 他这一杀潘巧云呢 偏命三郎师兄在旁边就是一惊 哎呀 大哥 您怎么把他给杀了 哼 不杀他 难处我胸中这口怨气 大哥 昨儿跟咱们哥俩怎么商量的 不是说让您把他领到这儿来 事情弄清楚 您写一纸修书 把他修回娘门 另行改下 也就算了吗 我把笔墨纸张都给您带来了 怎么您把这茬给忘了 我觉得 这样的贱备 只有杀了他 才算是以正视听 哎 大哥 您这可就错了 您刚才把盈儿杀了 还有情可原 那是您的仆人 您这样说 那样讲 到衙门里边打官司 您还能有一个赖词 这就是人命官司 您怎么说 也得要偿命啊 您坐过了头了 哎 我现在顾不得那些了 我现在顾不得那些了 大哥 您只顾把他杀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嗯 您还想再回衙门口里边去盯差吗 这人命官司是蒙不住盖不住的 打上人命官司 您这拆水就完了 饭碗子就摔了 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吗 下一步怎么走 哼 天高地阔 我想 终有你我弟兄行军之路 好 现在咱们哥俩就得走 咱们坐下 好好商量商量 石秀说 您有地方没有 您要没地方的话 我可有个地方 先弟 你说说 上哪去 上哪去啊 上梁山破 上梁山破 梁山破 咱们没有熟人呢 哈哈哈哈 大哥 您忘了吗 你我弟兄 初次相识的时候 在饭店里边 您从外边领一伙人进来 我正和两个人在一起吃酒 是是是 有那么回事情 哎 那两个人 就是梁山上的好汉 是吗 对 一个叫神行太宝带宗 另一个叫锦豹子杨林 他们两个人 跟我结识之后 在那酒桌上 正跟我商议如何上梁山的事情 恰在此时 您领着一伙人进来 这个事情就被打断了 我跟您一说话 在大家寒暄动乱之急 他们两位可就撤了 临走的时候 他们给我留下过话 希望我将来能够到梁山入火 可是这个事情 我就把他放弄了 偷到大哥的门下 再没提起这件事 如今看起来你我弟兄走投无路了 只可逼上梁山 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好 贤弟 你我二人 咱就上梁山 这两具尸体怎么办呢 这两具尸体呀 咱们把它埋起来 别让它暴露在光天画质之下 石秀说往哪儿埋呢 石秀往周围一看呢 旁边有一座古墓 这个古墓坟土都已经破开了 里边呢 是一口青石板的棺材 这棺材盖呀 挫开了一个缝 看来这个墓是被人倒过了 石秀说大哥 咱们把这尸体 就放在这个青石板棺材里头吧 赏得他见三光 您看如何 杨兄弟好 来 咱哥俩把这棺材盖 给他剃开 两个人跳进这古墓里边 一搭这青石板的棺材盖 往旁边钢一挪 这棺材盖挪开了 噗愣的下子 在棺材里边坐起个人来 把杨兄跟石秀两人吓一跳 两人猛虎一错身 好 石秀当时就把刀蹲出来了 怎么回事 大天白日的这棺材里边榨了尸了 不能啊 我不相信会有诈师之说 石秀愣 杨兄也愣 杨兄定睛一看棺材里边坐起来的这个人 杨兄这个心呢 平静下来了 怎么 他认识这人 一敲棺材里边坐起来这位 长得骨瘦如柴 干巴巴的一团惊奇神 光头不带帽 头发不算多 晚了一个猪苦胆大小的发转 上边别着一根柳条棍 年纪看不出多大岁数来 你说他三十也行 你说他二十五六也行 你要说他四十来岁也差不多 穿青挂躁 长得是窄脑门 踏太阳穴 高颧骨 左腮帮 肩下不可 短眉毛一双圆眼睛 这圆眼睛低流烂撞 光芒四射 小尖尖鼻子薄片嘴 一嘴碎这么点牙 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片小胡子 断梁的八字胡 这八字胡有两种 有真八字胡 有假八字胡 真八字胡是断梁的 假八字胡是不断梁的 这位是真八字胡 当中就是断梁 人中这个地方没有胡子 而且他这个胡子 长得绝对标准 这八字讲究是一匹一纳 这位这胡子长得就是 左边一匹是右边一纳 左边这一匹啊 一共是三十六根半 右边那一纳 一共是五十六根整 所以是有粗有细 有稀有书 这个人长得相貌 一百个人里边一看见他 也显得出众 一说话是尖声细语的 肋下带着一口短刀 杨雄一看 哦是他 此人足迹 高汤州的人士 在这一带人人皆知 经常在冀州城里边偷刀窃取 姓石 单字明签 冀州城的人都管的叫石签 人送外号 跳跃无声鼓上澡 怎么叫鼓上澡 就像那跳澡 这跳澡在那鼓上蹦 他叫跳跃无声鼓上澡 说明身子轻 鼓上澡石签 这个人在冀州城里边作案 曾经犯了案了 被官府给抓起来 抓进监牢里去了 杨雄是监牢里边的头 见着过他 开始杨雄对这石签啊 并没有好的印象 后来杨雄发现 这石签感情有一身 非常好的青森树 他能够高来高去 村房月脊 在武林中讲 他这身青森的功夫 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杨雄后来跟石签 在监牢里边就算认识了 交了个朋友 杨雄给他贿赂了一番 使石签提早出狱了 临出狱的时候 杨雄就嘱咐石签 说以后你再不要做这些偷盗窃取的事了 我给你十两银子 你呢 想法做本钱 干个小买买 赚俩钱养家户口 将来呢 自己再娶妻生子 接续香烟 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要不然的话 你就投奔官府 磨个一官半职的 你看如何呢 杨雄嘱咐完了之后 石签听了半天 摸了摸嘴巴没言语 杨德哥 按说 您给我打点官司 让我早出来 我得对您感恩戴德 您说什么 我得听什么 不过您这一番话 告诉我呢 我知道您出自好心 我觉得我做着很难 杨兄弟有什么可能的呢 杨德哥 您没看见吗 当今官府昏庸 百姓遭难呢 有的哭 有的笑 事态不平 我就瞅着这事态不平 所以我才要偷盗窃取 您别看我偷盗窃取 我可没偷盗过穷苦百姓 我这个人呢 是偷富济贫 一方面是偷富济贫 一方面是偷富济己 全说济贫 那就冠冕堂皇 所以我自个儿 也只偷过日子 但是别看我偷 我可没做过亏心事 所以我偷的就顺了手了 您让我改行啊 我觉得还改不了这个 杨兄说 终究那是贼呀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做贼呢 好吧 既然是杨德哥 您跟我这么说呢 我自个儿琢磨琢磨 我如果琢磨透了 我改邪归正 我要混个冠冕堂皇的时候 回来找杨德哥 我向您报喜 杨兄说好吧 我就等着这一天 就这么的 石千跟杨兄在监牢门口告别了 打那告别之后啊 这杨兄就再也没见着石千 可没想到今天在这地儿见着他了 杨兄一看是石千 心里就明白了 他这是跑这儿偷分节目来了 这不是石千吗 石千冲着杨兄一报万 有打棺材也不就跳出来了 跳到这个木坑上去来 哎呦 唱什么 杨德哥 您怎么就能上这儿来了 石千 这儿在监狱门口我跟你说的那番话 你还记着吗 记着呢 我记着呢 我给你十两银子 让你学好 你还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我是要学好了 你现在学好了 学好了 打那之后 我再也没偷别人 我不偷活人了 哎 我现在改偷死人了 啊 偷分节目 哎 对呀 偷活人 还犯歹 让人家发现了 抓着还记报官 这个呢 我像坟地里转秀 这一带全是古墓 我发现这古墓里边有很多之前的东西 这古代的人呢 死了之后都弄些陪葬品 埋到棺材里边 你说这些陪葬品放在棺材里边 是不是都掰瞎了 啊 所以我到这儿呢 我就把这个古墓打开 哎 偷点的陪葬品 就够活几天的 今天正好我在这儿把这个木刨开了 我刚把这棺材盖撬开 东西刚拿出来 嘿 你二位上来了 你二位这一上来 我没处躲 没处藏啊 我就钻这棺材里头来了 我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按 我现在你二位在这儿说完了话 走的时候我再出来 可没想到你二位还要把这棺材盖挪开 还要往里边放人 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出来相见了 娘子哥 一向可好 别来无恙 行啊 行啊 世青儿 你知不知道 这偷分节目可比偷活人的罪还大呀 是吗 哎呦 偷分节目的罪也挺大呀 那么要跟投靠强盗上梁山这个罪比较起来哪个大呢 嗯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二位刚才说那话我都听着了 你两个人不是要上梁山吗 你们上梁山要参加反叛的队伍里边去呀 啊 这罪比我偷反这罪是不是还大点啊 再加上你是杀了人之后上梁山哪 身背着人命案 又上梁山当强盗 这叫罪上加罪 世青儿 这件事情既然你已经听着了 念在当初你在监狱里边我曾经给你打点过官司这个份上 不要对外人讲 不要对外人讲啊 那好 我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二位带着我一块上梁山 啊 你也要上梁山 哎 我呀 早就想上梁山 可是 这梁山上咱没熟人哪 没有引荐之人 进山就恐怕要困难哪 今天我一听你二位 梁山上既然有朋友 有牵线的 一个羊也是赶 两羊也是放 那就把我带着得了吧 啊 我保证不给您二位添累赘 您别以为 我是个偷盗之徒 我可是偷富济贫的江湖义士 到梁山上跟他们一说 他们也得收留我 何况 我有一身青森树 这梁山上英雄好汉自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师兄 你看如何 师兄一看这个诗签 谈徒不俗 精明相干 好吧 既然这样是大哥的朋友 咱们就一路通行吧 嗯 就这样 咱们一路通行 一块走 这尸体怎么办 这尸体还得把它放在棺材里 这哥们师兄 就把那和尸的两件衣服 他早已经寄了一个包袱带来了 把这包袱递了过来 放在了棺材里头 然后 把这和尸的招撞 他叠好了 也放在了攀桥云的身旁 正在要搭这个尸体的时候 就听见山下边有人说话 杨姐姐 怎么的 咱们走不走啊 一听这个声音是抬轿的那两个教父 杨雄说 算了 别往棺材里边搭尸体了 咱们快走吧 撤 因为那两个教父啊 在那半山腰那地方 等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着急了 俩教父走上来 想问问杨雄 走不走 他们往上一边走 这一边先喊 他这一喊 杨雄石秀跟石千 三个人急急忙忙 又打山顶就撤下去了 他们走了之后 这两个教父上来 上来一看 这有两具尸体 两个教父就吓坏了 立即回去报关 衙门里边的老爷 马上派人来 把两具尸体抬下去 同时发现了 河上的衣服 还有河上的招撞 弄到衙门里边 把这一切东西打开 一看 就明白这案情的始末缘由了 衙门里边老爷 对这个案情 进行怎样的处理 咱们不说了 但说杨雄石秀 石千 他们三个人 这三个人 游打脆平山 后山坡下来之后 急急忙忙往前赶路 购奔梁山 这天就走到了运州地界 到了运州地界 前边闪出一个大山港 一打听说这个港 叫独龙山港 独龙山港的前边 有这么一个小村子 村口这儿有这么一个店 这个店是开店带饭馆 靠街的门是买卖 是饭馆 饭馆的旁边 有一个过道 走进了个过道 就是院子 院子有正房一溜 东西配房 穿过中厅 后边还有一个二进的院子 也是有正房一溜东西配房 两个四合院 加上前边一套门市房 这个店就叫住家老店 一看店房门口贴了一副对子 上联写的是 互开招迎三导客 下联配的是 门关木届五湖滨 三位赶到这个店房门口的时候 正赶着这个店小二要上板关门 店小二俩手一推这个门 刚要关 十千就喊了一声 哎 慢着 等一会儿 孟昌君子殿千里克来头啊 我们哥仨上这来住店来了 还有空房吗 店小二一看 哎呦 三位客爷 您要来住店 正好 您要晚来一步啊 我这门可就关了 教师啊 还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吗 呃 上房还有空房 您三位住吗 给我们包一单间 哎 里面请 三位进了店房 包了上房一间房 进屋之后 三位坐下 把随身带的包裹 往床上一放 石秀看了看店小二 店家 我看你这个店前门是带饭店的 对吗 哎 对对对对 是带饭店的 我们三个人赶了一天路了 肚腐饥饿 有什么好菜好酒吗 给我们往上端 哦 三位 您来得有点晚了 要是中午来啊 咱们这个店呢 还真有点好东西 现在呀 好东西都卖没了 您要想吃好的 就得明儿见了 今儿个呢 天色一晚 有点素菜 您就对付着吃点得了 酒嘛 咱倒还有 乡村酿的白酒 您对付着喝 石秀说好吧 既然如此 有什么 你就望上上什么 吃完了 咱们一块算钱 哎 好了 您等着 店小二去不多时 端着菜望里送 石秀石秀 再加上杨雄一看着菜 一盆炒豆芽 一盆溜豆腐 一盆白菜粉条 一盆素拌豆腐干 哎呦 一点肉渣都没有 石秀炒这几个菜 腻抹嘴 哎呀 我杨大哥 今儿个咱们哥仨当和尚了 全是素摘素拌的 接着搬着一摊子酒进来 拿三个碗 放在三个人的跟前 筷子补铁都放好了 店小二冲三位一点头 哎 可呀 您包涵 就这几个菜了 没别的了 石秀说 哎 我说伙计 你们这儿有肉没有啊 没有肉 什么肉都没有啊 猪肉 羊肉 牛肉 狗肉 鸡肉 兔子肉 嘿 什么肉 也没有了 好了 好了 什么肉都没有了 那你就走吧 嘿 您慢慢吃 店小二转身出去 这哥三个在这儿 一边喝着酒 是一边谈烙 石秀和杨雄 发现这石秦非常健谈 谈起他自个儿的经历来 不失的引得 石秀和杨雄 两个人是彭腐大笑 三个人正在说话 店小二有点外边进来 手里边拿着一张纸 哎 三位客爷 咱们这个店哪 有这么个规矩 是上大租先交钱 您三位在这儿打算住几天呢 石秀一听 什么 上大租先交钱 问我们住几天呢 我们在这儿住一夜 明儿早上就走 哦 哎 那就是吃着一顿饭 明儿还一顿早饭 啊 一块把这账 您就给结了吧 明儿早上走的时候 省着再算账了 嘿 石秀和我淘一活 听说你这儿开店的啊 住下就给钱呢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算算 一共多少钱 嗯 已经给您算完了 今天晚上的饭 加上明天早饭 明儿的早饭 跟今天晚上的晚饭 都一样的 再加上今天晚上的店去 您三位一共是四两银子 啊 四两银子 什么店你这是 这么贵 咱这个店呢 就这价钱 您赶到这儿了 住到这儿 下雨淋不着 刮风刮不着 这不是图个书他吗 是不是 好 四两银子啊 我给了 杨兄跟石秀两个人都要掏钱 石秀拦着他们 不不不不 说什么 这钱得我给 啊 你们别掏钱 别掏钱 石秀一伸手 从怀里边掏着个东西来 什么玩意儿 一个玉牌子 是在那棺材里边倒出来的 上面有四个字 西方录影 感情这个玉牌子 是古墓里边那死人当年死的时候特地给他做的 西方录影牌 只给死人用这种东西 活人没有用这玩意儿的 石秀掏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这玩意儿 他把这牌子掏出来了 哎 这玩意儿 你看值多少钱 嗯 盯上你那四两银子盯不上 店小二伸手接过来低头一看 哎 我说 您这玩意儿是死人的东西啊 您拿这玩意儿给我们盯钱使 这可不行 啊 死人的吧 我看看 啊 不对 我还有 他把这牌子揣起来 往怀里一伸手 掏出个玛瑙串来 嘿 这玩意儿好不好 这玩意儿是我们家签坟的时候 从我们老祖坟里边刨出来的 这可是传家之宝 你看看值多少钱 盯这饭钱店钱够不够 店小二伸手把这玩意儿借过来 拿手里一看 这玛瑙串儿可是挺值钱 嘿嘿 可言 这玩意儿我得问问我们掌柜的 能不能盯钱啊 完了之后再跟您商量 好吧 店小二转身出去了 十千捋着这小胡子儿 嘴里边支刀咕 他妈的 这什么开店的 咱们哥仨到这儿还得先给他钱 这店钱饭钱还这么贵 就吃这玩意儿要四两银子 啊 哎 这纯粹是打闷棍啊 咱们哪 装大头吧 哎 二位哥哥 你们等着先吃着啊 我上外边方便方便 十千站起身来出去了 杨兄跟十秀哥两个一边喝着酒 一边继续谈论 谈论不大会儿的功夫 一看十千又打外边回来了 低言巧语的告诉他们俩 哎 我告诉你们俩呀 现在可有一只鸡 马上就熟了 我立即去端 石秀哥哪来的鸡呀 刚才这店家不说 什么肉都没有嘛 嗨 事在人没呀 我出去一转 就来了鸡了 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话 就看十千站起身来 出去了 一会儿 有打外边拿着个大盘子 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鸡 把这鸡端进来 往桌子里一放 拿起筷子来 嘿嘿 二位尝尝 这味怎么样 夸 他先夹起一块鸡肉来 往嘴里边一扔 嗯 真香 哎呀 早知有这鸡 你说何必在这招这个鸡呢 吃这个菜 杨雄说这鸡 我吃这可是有点味 有味 绝对没味 我跟你说 我上客户院 尿尿的时候 我还发现这鸡在笼子里头呢 活的 我先掏出来的 哈哈 杨雄说怎么样 你说漏了吧 你是偷的人家的鸡 哎 哎哎哎 对啊 是偷的他的鸡呀 杨雄说你知道我吃出什么味来了吗 我吃出有贼性味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偷的鸡 啊 还是那么回事啊 我是这么和气啊 开店的这小子这么黑 吃着素菜就要咱们四两银子啊 我得饶他一只鸡 所以我到后边上厕所 我一看那鸡笼子里边这只大公鸡真够个 我到里边把这鸡掏出来脖子一拧 拿刀刺一磨 到他那厨房里边 刚才给咱们做素菜的时候还有剩火呢 那大锅里边还有汤呢 我就手把这鸡一秃露 把鸡毛一拔 把它一收拾 加上它的佐料就那么一顿 这鸡就熟了 嘿嘿 咱们哥仨 姐姐缠啊来来来来 快吃吃快吃 你来这腿 你来这翅膀 又叫山峰 这玩意最香啊 胡 十千儿在这忙活挺欢 哥三个半道 吃出这么一只鸡来 觉得胃美可口 正在吃着鸡的时候 外边那店小二进来 嘿嘿客爷 我找我们掌柜的了 掌柜就看了看你这个马脑串啊 说您这个马脑串值不了多少钱 您不是说盯我们那个店饭账去吗 也就刚能盯上吧 和四两银子 什么 四两银子 十两银子我都不给 您要是不愿意卖的话呢 这马脑串您就收回去 我们还要现钱 他妈的 你这成心想买我这便宜货啊 好吧 四两就四两 就盯了 你们收走吧 那就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把您这收下了啊 哎哎 店小二无意忠望的桌子一看 我说您这鸡是哪来的 哪来的 我来的路上在半道买的 我进你店房的时候身背后背了一只鸡 你没看着吗 哦 我没看见 嘿嘿 没看见 身的眼神不好 啊 店小二听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到后院转了一圈 他又回来了 一进屋用手点着十千 哎 我说客爷 你这不对 你吃的这是我们店里的鸡 我kas 你快知道 我们吧 嗯 你们家 这만 六 Heat 买 我 我 你们 哦 我